高六七公尺的基隆塔 以港区乔市起重机为发响 连接三海城为一线 站在最高点 可以360度俯瞰整个基隆市区 像这样美不胜收的美景 基隆市长谢国良宣布 基隆塔预计在12月下旬开幕 大家都知道远见 它会出版很多好的书籍 有很多名人 未来我们也邀请了 很多的这些名人 到基隆来开 不管是新书发表会 或者是签书会 然后在有高度的情况下 可以分享他们的观点 这样也可以让更多有名的 国内外的这些专家学者 社会人士 企业家 多到基隆来 除了远见人文空间以外 我们的空书屋 则是让更多的好朋友 看到基隆的特色 另外包括建书店 包括远见人文空间 包括空书都也是属于我们今年 一直提倡的24小时书店政策的一个延续 所谓24小时书店不是一年365天都是24小时 是在假日的时候 我们就会开到非常晚 开到凌晨 让大家可以呆在这些书香空间呆得很晚 那这也是我过去很重要的一个政界 也是我个人很喜欢做的一件事情 市政府计划把基隆塔打造成为台湾独一无二具有高度的阅读场域 文化局长亲自说明分阶段推广和营运 在第一阶段我们预计在12月底以前 我们希望能够把我们基隆塔的过道 以及我们上面的一个书屋可以打开出来 那我们基隆塔市有的过道呢 这块的部分我们现在邀请的就是远见国际人文空间 他们来这边帮我们去做整个一系列的活动的测办 那除了这个之外呢 我们在上层也办了一个空书也就是我们在地人文书店 它是可以有我们在地的基隆的文学 还有我们的海洋文学以及公庙文化等等 来去塑造我们基隆塔上方的一个全台湾最高的一个阅读的一个场域 那除此之外在第一阶段我们也会将新二防空洞打开 透过新二防空洞的一个步行上基隆塔 以至于到我们观看我们的书店之后 下来到新一二路 这块我们也希望透过第一阶段可以打造一个环形的一个观光狼带 这是我们第一阶段的一个布局 上半年其实我们有打造一个空茶屋的这个牌子 下半年今年我们打算继续成就这个牌子打造空书屋 而这个部分是在强调我们基隆在地的所有的相关书籍跟文学 那最后刚刚有提到我们同时会打开 信恶防空洞这一个很重要的一个历史的一个我们的房道 希望透过这样的方式打造整个环形的一个观光的一个狼带 基隆塔不只是台湾国门新地标 也希望从基隆塔到一二路商圈 形成最有发展潜力的观光狼带 记者黄绍明基隆报导